黄委员你好 主委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其实 这个退幅会有投资的 这个天然气的公司 当然有些 是已经 事故比率已经降低了 只有一家是8% 但是 但是有些还是蛮高的 对 30%多 对 这是直接的哦 你也没想到说其他这些公司 交互持股的 你如果把交互持股算进去 有的还要更高 所以基本上除了你刚刚提的 说有一些已经降到8% 甚至以下 那有甚至于董事长 我们都没有办法派任 除了这个之外 其他部分我们还是相当程度 能够影响这个公司的 这个营运啊也好 那么刚刚提到 这个获利的问题 其实中油卖给 这些公司的平均价差 天然气 一度大概3.7元 剩下的 的这部分就看你公司 营运的效率 良又与否 如果公司 你这个价差是固定 或是差别不大 但是 你这个 这个公司经营没有效率 你自然 获利就低嘛 对 那经营有效率 获利就好一点 那我们以这个 新平为例 新平 来看啊 它获利率只有3% 可是董事长总经理 都加薪 这个原因是怎么样 我给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去年这一年 新平公司他们 在整个盈利上 比去年 多盈利 净赚了大概都50%以上 那你说去年更差 前年更差 去年很好 做得非常好 所以 做得很好 3% 当初他的奖金也只有 按照规定就是 好像是3.5个月还几 两个月的奖金 我讲几位 后来他因为好 他们就跟他董事会的时候 他们就跟他加了1.5个月 是这么加出来的 所以他不是每个年都是要拿的 我要请问一下 这样子这个公司 或是他们这个决定 到底是依据我们退辅会的标准 还是说他们董事会可以全权来决定 都是他们董事会全权决定 就我公司来讲 就我辅导会来讲 我们只能一个建议 我们建议他董事会讨论 因为这个东西决定权是由董事会做决定的 是这么讲 可是你们是可以影响公司的决策 你只要让你的官派董事对于某些提案某些议案 甚至于让民间观感感感觉不好的一些所谓的自肥的提案 能够让他不要通过就可以了 如果有这种交叉比例 或是我们能够掌控的话 我们会注意这个事情 你会注意 可是我刚刚讲 其实你刚刚提到 新品来讲是前年不好 它只是从列等生变成中间的 中间的生 它也没有变模范生 为什么没有变模范生 因为它还是 它获率只有3%啊 还是低 其他的这个 这个有获率19% 13% 这部分 人家的加薪都没有那么多 那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这些获率高的 如果是因为本身的效率 好 包括我刚刚其实把新品也算进去 即使它获率3% 如果是因为它效率大幅提升 那部分是可以考虑给比较好的 因为我们就论功行赏嘛 就论功行赏 如果是因为它长天然气 只是因为涨气把这个价格提升了 那不行 那不行 对不对 对那个不可以 那你怎么样判准 所以我跟委员报告 现在我一 今天我一再讲的一句话 听说 就是说今天天然气 它不管它怎么样去涨 它不管它怎么涨 它的毛利都已经固定了 它的毛利是固定的 那它的毛利 为什么会有高有低呢 是因为它从量 就是气费啊 卖出去的多寡 既费卖出去的多 它就会多收一点毛利 卖出去的少 它毛利就少 如果是毛利是固定的话 对 不管怎么涨 毛利是固定的话 对 那就显然不是经营效率所为啊 显然不是经营效率来啊 那你凭什么加薪 它要推广户推广的多 它才能收那个毛利的钱 才会多啊 否则的话 它的毛利 你毛利固定 它是全公司都是这样 不是登对它总经理的奖金 我知道啦 我知道 全公司都有 我当然是全公司的家啦 对对对 全公司都有 你这个只是推广户数 跟你董事长总经理的建议效率有什么关系 规划上还是要有一点关系吧 不然的话 老费是失败责任嘛 对 你失败 失败有哪些人负责的 失败责任还是要负责 哪些负责的 没有看过薪水减少一些啊 没有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我真的说 就是如果这个是纯垂名 因为刚刚我们的体验啊 其实推广会都没有占50%以上啊 直接投资没有占50%以上啊 但是所以说你用最宽松的标准 把它说这是民营公司 我们其实在法律上来讲 在实质上的观感我们不认为的 在法律上来讲 你还真的是没有占50%以上 可是呢 如果是民营公司 人家将本求利啊 人家的经营绩效的 这个计算 不会像现在这样 所以你现在有这个公营公司的心态 确实有民营公司的这个身段 你真的管不到它 那怎么办 我也希望他们不能成那个样子 你希望啊 可是你怎么做 他们每次开董事会中间相关的议题讨论 我们会表达我们的意见 我举一个例子 他的这个奖金 每年有60多万的 有到十几万的 报委员他不是60多万 他是按照他的盈利中间 就是全公司加发一个月 所以说这个制度有问题啊 我们刚刚提到说如果说你扔真的是你刚刚讲毛利率固定的 那你纯粹就在于你这个客户的客户量的多寡 用的多寡 对啊 没错 你应该给基层的给第一线更多的这个奖金跟激励 要不然你董事长就下到第一线去帮忙拉 你没有那么拉你凭什么拉 这些董事长他们真的在前面跑耶 我跟委员报告 你拉了几户你都拿多少的这个奖金嘛 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来讲哦 刚刚有人在说因为这些 这些呃许多的管理阶层包括董事长总经理副总 哦等等的管理阶层都是军中退下来 那依法你可能你也必须要 哦这个这个有一定的比例给他们 哦或者那所以说呢 哦他们的这个甚至于他们过去都放弃了 就不是暂停他们的这个 这个军中都提掉了 然后他们领这个还有还有上税的 对上税 看起来是比较好是是这样 可是事实上他们的奖金 加上奖金加持以后就不止这些了 所以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把尺 每个人心里面有一个算盘啊 他自己也会算啊 对 所以说所以说如果因为他们这些人去到这些机关单位 占了这个位置 如果他们是一个专业的人 能够因为公司的整个治理的绩效 能够让这个公司获利 他领如果他纯粹民间公司这样的 民间公司他一定要找 有这个人事包袱一定要去找 这个退退休的这个这个军中或公职人员来担任吗 没有啊民间公司没有这样的 这是因为依法或依照你们的规定 你们有这样子一个必须找这样的人去去做 可是可是事实上他们本身又不是这样的专业 那公司的这个获利的这个方式 又跟这个他们本身的公司自理其效 没有决然必然的关系 只是间间有关系 但是因为我刚刚提到了 你刚刚获利率是固定的嘛 那个毛利率是固定的 毛利固定 那如果一个公司只是因为这个客户的多寡 就可以决定这个公司获利量 获利率或者这 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这个机制显然是有问题的 不只是我们这样 今天在台湾的所有的25家瓦斯公司 它都是这种毛利都是固定的 全部固定的 所以这些业务导向呢 是业务导向 对没错 就要去推业务 去去发的推展 推业务 你找超级推销员来就好了 客户员 你找超级推销员就好 就跟这个管理阶层的管理绩效没有关系嘛 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 另外一个问题 请问 融电 融电啊 现在旅约保证金1.7亿被扣压 是吧 然后呢 退补会会省市多少 因为你们是最大的股东啊 你们占7成以上的股份 那旅约保证金被扣了 那怎么办 而且九席的董事里面 五席是你们派 所以你们可以完全的主导 就融电搞出这个疲漏 那你怎么办 对不对 国家的损失 或是因为你因为这样退补会的损失 难道没有人 你刚刚讲说经营绩效 然后要找谁负责 谁负责 你要不要做怎么样的处理 这样有人出来负责 报委员 请说 融电今天产生这个问题 我没有办法有一个解套的方式来处理 我只能这样讲 因为它完全被工程上面所拖累了 它的总共资本额只有4亿多 对 可是它现在已经在工程中间压了3.8亿左右在里面了 嗯 你要处理完再走是吧 其实出了事情没有人能够负了责任 对 那显然是有问题 对不对 对 没错 好 谢谢主委 谢谢委员 谢谢